如果你要去创业 多花点时间思考别人为什么失败 不要去思考别人为什么成功 创业 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就不要怕失败 怕失败 不要创业 其实失败没那么可怕 真没那么可怕 又不是失败你要进监狱去了 失败可以重新来过 人生最后不是你取得了什么 而是你经历了什么 其实今天阿里巴巴最骄傲的事情 你信不信 在座每个人 你们愿意听阿里巴巴取得多少辉煌成绩呢 还是愿意听这15年来 你到底犯了多少愚蠢的错误 大家肯定说愚蠢错误更好 错者 错误 是最珍贵的财富 别人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也会犯 不要以为你有多聪明 人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只有避开那些经常犯的错误 你才有可能 有一样事情 我一定要分享给所有的年轻人 他们一定是很乐观地看待未来 第二 他们永远不抱怨 只检查自己的问题 第三 他们比超越常人的坚持 没有这些数字 你是走不远的 我发现有一个事情 几乎所有的成功者 碰上麻烦 犯上错误以后 总是先检查自己 哎呀 我这个没做好 我得挑一挑 我这个不对 真正成功的人 一定是改变自己的人 改变别人的事情 少做 我还有没有 我数字 都能打开 我 对喔 我